我們最後在這個章節再補充一些重要的觀念 順便幫大家做一個就是觀念上面的整理 那我們第一個想要介紹的就是這個重排的概念 那這個什麼叫做重排的概念呢 它概念是這樣子的 我們早期學的都是有現象極數 因為在高中的時候學的是有現象極數 所以我隨便給一個有現象極數 譬如說1加2減3加4減5 好 這是一個有現象的極數 總共有5項 那當然這個有現象的極數呢 我們針對它是可以計算它的核的 所以這個核你可以把它算出來 所以這核應該多少 1加2 3 7減掉負8是不是就負1 對吧 那所謂的重排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就把這個有現象的這5項 本來第一項是1 第二項是2 第三項負3 第四項4 第五項負5 我們把這個極數的順序稍微調換一下 譬如說我們把最後一項拿到前面 然後第二項保留 然後把4拿到前面 把負3移到後面 然後把1放到最後面 我們把它做一個這樣的一個順序上面的調換 那大家會發現說我即使是做這樣的順序上的調換 它這個計算出來的核依然是負1 好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在有現象的情況之下我們去做這個加減 好那你把這個順序做調換的時候 這個核都是沒問題的 好所以這個是最早我們學有現象的時候概念上是這樣 有現象我的所有的極數核任意調換 它的核是不會變的 OK 所以有現象極數 即使重排 所以這個重排指的是什麼 重排指的就是每一項的順序調換 然後核依然不會改變 OK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但是我們現在看的不是有現象啊 我們現在看的是無窮多項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們現在學的這個無窮多項的極數 那假設它是收斂的代表核存在嘛 那在核存在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把它的順序重排了 那請問它的核還會一樣嗎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來稍微看看一些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一開始我們先來複習 大家應該還記得 我們在這個章節裡面有提到 好這個Nature log 1加S 它是可以把它寫成一個 就是泰勒極數的形式 好泰勒極數就有-1的n加1 然後乘上n分之s的n次方1負 有一個收斂區間 OK 好它有一個收斂區間 那這一個東西呢 我就可以來計算Nature log 2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Nature log 2代音去 Nature log 1加1就是2嘛 那這個Nature log 2就是我們的Sigma n從1到無窮大 然後-1的n加1次方 那因為現在是代s是1 對不對 s帶1進去嘛 1加1等於2 好所以我得到這個是我們的 Nature log 2的值 好那當然會有一個收斂區間 這個順序我們已經算完了 因為我們把那個1帶進去就沒有這個東西 OK 好那這邊就形成一個極數 那這個極數大家可以一項一項寫嘛 譬如說第一項的話是不是就是 1加1 負1的2次方所以是正的 所以這個第一項是1 然後第二項-1 2分之1 第三項是加1 3分之1 第四項是-1 4分之1 然後第五項 所以我們正常的思路 正常的思路是這樣子的 我現在要算這個東西的核 那正常的思路是 它加它加它加它 其實就是說正常的思路是 A1加A2加A3加A4 就是一項一項加上去 所以我們這邊這個寫出來的順序 好就是我們在計算 這一個極數的核的一個順序 OK 好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東西呢 拿來做一個有趣的手腳 我們稍微把它做一個調換 順序上的調換 那我去怎麼去做調換呢 好我故意把它這樣寫 好所以我們來考慮這個極數 好那這個極數就是把剛才的 我們這個極數的部分整個重排 但我這邊剛剛是沒有寫這麼多項 那我那邊故意多寫幾項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3分之1被移到後面 然後5分之1也故意移到後面 然後4分之1往前提 8分之1往前提 那當然這樣湊是有它的目的在的 我們把整個順序稍微做一個重排 所以你重排之後呢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前兩項先做出加減 然後再把這一個兩項的核也先算出來 然後現在也是把這兩項的核先算出來 然後這個加加加 後面那邊我們就不寫了 所以一次類推 那這個把它算出來的時候 然後這邊是變成會2分之1 然後加6分之1 減掉8分之1 再加這邊會變成10分之1 減掉12分之1 然後加加加 OK 那所以你這樣計算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2分之1提出來 所以2分之1提出來 裡面變成1減2分之1加3分之1 減4分之1加5分之1 減6分之1 然後再加加加 所以這個東西很明顯就是 把剛才的這個Nature log2的這個結論 然後又拿來算一次 所以你發現我們重排之後 這個算出來的結果竟然是2分之1 Nature log2 OK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這上面的原本這個極數的每一項 它實際上只是把原本 我們最早在展開那個 Nature log2的每一項 稍微順序調換而已喔 但是你調換完之後 我們就是根據新的這個順序 來做一個加減 那你就會發現說 我整個弄出來的東西啊 它竟然變成是原本 Nature log2的一半 OK 所以它依然是一個收斂的極數 但是它的核算出來 就跟原本的Nature log2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在有現象的情況下 就算是重排 它的核也會相同 但是在無窮多項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考慮的是一個收斂的極數 那在重排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的核不一定會相等喔 那這個核什麼時候會相等 事實上 只要原本的這個極數 它是一個絕對收斂的極數 就可以保證 重排之後的核相等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絕對收斂還有一個作用是在這 它除了去保證一些 就是我們去看這個極數的一個收斂性 一個很好的特性之外 實際上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說 它可以保證這個極數的某一些性質是不會被改變的 包括就是這個核在內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說原本的這個極數 原本的這個極數它很明顯是一個條件收斂的極數 因為我們可以用交錯極數判斷法 判斷出這個極數是一個收斂的極數 但是加絕對值之後 它變成一個調和極數 就是N分之一的這樣的極數 肯定發散 所以這個東西它本身是一個條件收斂 那條件收斂很抱歉 它就不能保證重排之後的核相等 所以我們的結論實際上很簡單 就告訴你為什麼需要重排這個概念 因為如果原本絕收 假設是絕對收斂 那你會發現重排後和相等 就是不管你怎麼重排都沒有問題 好這是絕對收斂的情形 但是其他情況不行 條件收斂不能夠保證這件事情 那你更不要講發散也不能算核了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絕對收斂 最後一個應用就在這個地方 讓大家稍微知道說 我們學了絕對收斂之後 以後只要把這個絕對收斂的極數 重新做排列 算出來的核依然會相等 但是如果不是絕對收斂 而是條件收斂的話 這個條件不夠強喔 所以你看從這個 這個例子裡面稍微做一個調換之後 你會得到這個二分之一 Nature log2的結果 好跟原本的極數和技能就不一樣了 好所以這個是大家就是最後要了解的這個絕對收斂的一個補充 那我們這一節呢 除了這個重排之外 我們還要再講一個二項式定理 不能說二項式定理 這個東西其實應該是在大家高中的時候有學過二項式的概念喔 但是我們這邊再強調有一種極數叫做二項極數 好有二項極數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什麼叫二項極數呢 因為大家在高中階段可能有學過二項式定理 就是可能就告訴你說我要怎麼去猜一個 譬如說1加s的n次方嘛對不對 然後這東西你要去把它展開的話 那展開這個n必須要是一個正整數喔 所以這個你要展開的話就是cn取0對不對 然後什麼1的這個1的次方我就不寫了 s的0次方加上cn取1 然後s的1次方加上++++ 然後cn取n-1s的n-1次方 然後加cn取n s的n次方 這個n一定要是正整數喔 高中以前學過這個嘛 那我現在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們現在學了這麼多的概念 學了泰勒極數學了馬克林極數 實際上學了這些東西之後 那我就會去想這個n呢是不是非要正整數不可 因為以前你學這個組合數c 那以前你可以去算這個c0什麼n取0 n取1 這些值大家都可以算嘛 那我們現在的關鍵是說如果今天這個n不要是正整數 那我們有沒有一個方式去展開1加s的某一個實數次方 這樣的一個形態能不能做到 那答案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重新考慮 所以我們現在考慮的是譬如說我們考慮1加s的 好我們現在就故意讓它是一個k k次方 這個k是一個實數 但是我們k不要讓它是0 因為如果是0次方那任何非0的數的0次方都是1嘛 那就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現在考慮這個k不等於0 但是k是一個正義的實數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要看看這個極數是不是能展開 所以第一個是說這個極數怎麼展開 好我們要去思考 第二件事情是這個展開之後寫成一個極數的形態之後 我們都會去考慮說這個s它在什麼情況下這個極數才會收斂 所以我們還會去考慮它的收斂區間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不妨就去假設 我們給它一個函數好了 就是告訴你說我們有一個f的函數 叫做1加s的k次方 然後這個k不等於0 好當然我們現在就是不刻意強調 大家知道這個k是實數然後k不等於0 那我就按照之前我們學過的 我們之前學過什麼 我們學過那個泰勒極數的展開方式嘛 那我們來試試看就是把它的馬克勞林極數找出來 那馬克勞林極數就是要找s等於0的情況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算算看喔 那我們就來算第一個先算微分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先找 我們來算馬克勞林 好所以我們先來算它 OK就f的馬克勞林極數 那我們先微分囉 所以微分大家都會算嘛 你要知道這個微分 k的值是實數就能微了嗎 沒有規定說k要整數啊 那這個再微兩次 就會微出兩個次方對不對 這兩個次方就降下來 那當然三次就會三個 然後一直微微微 假設我微n次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我要微幾次 那微n次你就注意一下嘛 我們微兩次的時候是k-2 對不對 那這邊係數呢 是不是減到2 沒有嘛 因為這個2在這啊 所以這個係數的話應該是 k-1 k-2 乘乘乘 然後乘到 k-n再加1 這上面都是嘛 你原本是1對不對 這是不是就是k-1加1 對不對 那這個呢是不是2 所以這邊是k-2加1 沒錯嘛 就是變成k-1 所以這個只乘到這裡為止就沒有囉 然後這邊的次方呢 是不是就k-n 好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現在因為要考慮馬克勞林極數嘛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s等於0代入去囉 所以我就根據這個直接算s等於0喔 所以這個s等於0 第一項 那0代入去是不是剩係數 所以剩一個k 然後呢 為兩次代0 你會發現嘛 因為我這邊如果代0的話 後面這個其實1加s 這項都沒有啦 所以都是1了 所以只剩下前面的係數 就有點像是把前面的係數全部都萃取出來 這是為兩次的情況 然後你可以算到為n次 那這個答案就是k乘上k-1 然後乘乘乘乘上k-n加1 因為你要去為n次嘛 是不是有這樣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現在就可以根據馬克勞林極數的公式 去把我們要的這個馬克勞林極數寫出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把它寫出來 好 所以我們可以寫出它的馬克勞林極數 所以第一項呢 就是代f of 0 那f of 0代進去顯然是1嘛 那第二項呢 所以代1的時候呢 那邊寫出來是k 然後這塊是第二項 n代2啦 n代2的時候是k k-1 s平方 所以我們剛才是做到第1n項 所以我們剛才是做到第1n項 所以第1n項的話是n接 然後這邊是k k-1 乘乘乘乘 然後乘到k-n 3 加1 好 所以它整個馬克勞林極數就長這個樣子 OK 那你有了這個馬克勞林極數之後 的第一件事情 是你必須要去思考 好你要去思考說 我這個極數呢 它在什麼區間會收斂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能要去找出它的收斂 區間跟收斂半徑 所以接下來你要考慮的事情就是問你 收斂半徑是什麼 收斂區間是什麼 好所以第一個是要想收斂區間 那這個收斂區間呢 你可以考慮就是用Ratial Test去做做看 可以去看看這個收斂區間到底是多少 那這個部分讓同學們自己回去練習 老師這邊就不講 所以我這邊直接告訴大家答案 回去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所以這個s的收斂區間是在1跟-1之間 好它的收斂半徑就是1 好所以這個部分讓同學們去算 這是留給大家去思考的第一個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思考 那大家要思考的第二件事情是 什麼時候這個f of s 會等於它自己的馬克勞林極數 因為你要知道我這個極數寫出來 是依據剛才題目的要求去寫出來 但是我並沒有告訴你它相等喔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如果想要去證明這個馬克勞林極數 或是這個泰勒極數等於它自己本身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去證明它的收斂 那這個收斂是怎麼證的 你要用的就是剩餘項的概念 所以要記得我們之前有學過remender 剩餘項Rn 我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證明這個剩餘項的極限是0 所以你看前面講的東西是不是就有用到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把剩餘項寫出來 第二件事情是你要證明它等於0 因為只要它能夠證明出來是等於0 那我就馬上可以告訴人家 我的f of s等於1加s的k次方 就會等於它自己的馬克勞林極數 所以這個部分都是要讓你自己去完成的喔 因為這我們上課的時候有講過 就是在這邊再把所有的觀念 稍微再做一個整合 所以大家需要回去自己練習 當然你不要忘記收斂區間 好一定要在這個收斂區間內 好我們才會成立喔 所以你可以去證明這個remender的極限就是0 所以回去就按照老師之前上課講的那個定義 把remender的樣子寫出來 然後去證明這個極限是0 只要你能夠證得出來 那自然我們就會發現 好這個多項式的形式 就是這個k項的多項式 這個形式是可以把它寫成像這樣一個 馬克勞林極數的一個形式的 OK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一節裡面一個最重要的概念 讓大家去做一個練習跟做一個整合 所以在這裡大家就學到 這個1加s的k次方 這個k只要不等於0 好這個在實數的情況下都可以展開 那展開的形式就像後面的這個形式 然後當k在-1跟1之間的時候 所以後面的這個展開的形式 我們就把它稱為是一個二項級數 那這個二項級數的定法是廣義的 因為你以前在高中所定的那個方式 你的次方都必須要是正整數 但這個地方我就告訴你說 這個k只要不等於0 那這個k是任何的時數 我實際上都可以把它展開成像這樣一個形式 這個東西叫做廣義的二項級數 好這是我們上課的時候比較沒有提到的 那這個地方就補充給大家 那順便讓大家稍微複習一下 我有了長這樣的一個泰勒級數 或是馬克勞林級數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收斂去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問說 欸這個東西啊 它會不會收斂到我原本的f of s 如果會的話代表它相等 那你可以把它寫成相等的形態 那我們怎麼正的 一般都是用remender來正 好所以這個就留給大家做席體 然後大家可以實際上來算算看 所以我們最後可以用一個例子來做結尾 實際上算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一個二項級數 偶爾會需要用到它的展開 你看看喔我這邊其實寫的差不多囉 我們這邊其實還可以再給自己 就是給大家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譬如說我今天給的是一個根號 三次方1加s 那如果也是希望你把它展開成 就是power series的樣子 那你要知道其實這種二項級數 它其實都可以證明出 它的極限 remender的極限是0 這件事情是一定可以證出來的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確實 所有的這個1加s的k次方 都可以把它寫成後面的形式 這件事情是一定能做到的 所以如果我現在直接就希望 你把這個函數 展開成一個power series的樣子 那其實就是問你說 如果它是一個像這樣形式的一個極數 那我們最後這個展出來的東西 會長怎樣呢 那就一步一步算就好了 所以它實際上是一個1加s的3分之一次方的概念 那這個時候k是1 3分之1 所以你後面所有的k都帶1 3分之1就好 所以第一項是1 第二項是1 3分之1s 然後第三項呢 就是2階 然後上面是1 3分之1 乘上1 3分之1-1 所以是2 3分之2 然後s的平方 然後就這樣子以此類推喔 所以你到後面那一項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n加3分之1-3分之2 然後乘乘乘乘到3分之1-n加1 所以是3分之4-n對不對 然後在s的n次方 然後再加加加 就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你這個3分之1次方的這種密集數啊 就超簡單的 就用這種方式寫出來就好 那最後其實我們都可以知道說 像這樣直接展開的 它的s一定會介於1跟-1之間 好這個是原本我們在展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 我剛剛有請大家回去要自己check一下 它的收斂區間跟收斂半徑 ok 那因為我們是直接利用這個公式展開 所以端點不用再確認 但是如果你拿這個二項級數 積分或微分 那老師有提過 你只要做積分微分的動作 有這樣的動作 你的端點-1跟1 就要重新去check一下 看它到底有沒有收斂 這樣了解嗎 那在直接使用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不需要確認的 就是答案其實一定是在1跟-1之間 不含端點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應用 那我如果想要去估計一些值 好譬如說我想要去估計一個什麼 三次更號 然後什麼三分之四 好這樣的值 那三分之四的話 你這x就可以帶三分之一 就把這個三分之一又乘上去 那看你要估計到第幾項 大概就可以把這個近式值算出來 好所以它有一個簡單的小小的像這樣一個應用 所以大家就記得 這個1加s的k次方 我們把這個結論寫下來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寫成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我們就是一般就是考慮 1加s的k次方 好但這個k是不等於0的 那我們就把它寫成1加 所以這邊是ks 再加上2階分之k乘k-1s平方 加加加加加加到這是n階分之k k-1乘乘乘乘 k-n加1 然後s的n次方再加加加 那這個你就自己去用之前學過的方法 去判斷出它的收斂區間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二項極數 這個二項極數往後看到其實你就可以直接展開 這個k是不等於0的 ok好所以並不是以前高中學的那個才能算 那這個例子實際上 好就是我們就從這邊也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那我們這邊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舉一個例子來計算 side ag-side的馬克爾英極數 好我們來算算看 好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有算過一些就是常見的函數 這個反函數的還沒算過 那我們因為這個反函數的概念在計算上 需要用到二項極數 所以我們稍微簡單的講一下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比較重要是它的起手式 因為起手式是這樣子的 我現在想要去找它的馬克爾林極數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老師那我們現在不能拿來就是微分嘛 微分啊 這個微分呢基本上就不是很好算 好這個微分不是很好算 因為你這個東西你會發現它的微分還蠻醜的嘛 那所以這個東西你要一步一步圍下去寫出一個形式 實在是不太容易喔 所以我們可能要找一些其他的方法來做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東西其實它是可以把它寫成積分的形態 好那這個積分的形態呢 是看得到一個二項極數的 因為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個二項極數 所以實際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0到無窮的大 然後這個是1-t平方的-2分之一次方dt 那我們剛剛上一節課才跟大家講嘛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二項極數或多項極數 像這種東西 那你反正這個極數呢 你就可以把它展開 你可以把它展開 就是用我們的公式把它展開 所以你展開過後它是一個密極數的形式 那這個密極數呢 它自然就可以用來做積分跟微分對不對 因為我們講說密極數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就是把它來做積分微分 因為它就是一個多項式嘛 那這種多項式的形式都可以方便我們做計算 然後它的性質上面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那你唯一可能稍微要注意就是說 這邊放了一個極數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你原本極數的收斂區間應該是在-1跟1之間 但是你經過這個積分或微分 可能-1跟1你就要重新再check看看 裡面是保證會收斂啦 但是-1跟1的情況我們就不知道 所以就要另外再去做計算 所以這個你直接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在寫的時候是這樣子的 我們其實在課本上面其實是可以把這個東西 這個形式把它定出來 我們以前有定所謂的C極取極嘛 那這個地方其實也不是不能定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也可以把它定成是C 然後這邊是K取N 我們就這樣寫 好我們把這個值定成CK取N 所以這個看起來好像跟你以前在高中的時候很像 但高中一般那個寫法上就是你什麼取什麼的那件事情 指的都是整數 因為它原本那個組合的概念 它是從那個最基本的一些物品的選取上面所得到的 所以它那個N啊或是你取的個數啊 我們指的東西都是一個整數正整數的概念 好那這個地方呢我們為了方便旗艦實際上 我們是可以把它定成這樣 所以往後如果大家看到這個寫法 那這個K如果寫出一個 譬如說是一個實數的形態 大家不要覺得很奇怪 所以像我們這個地方呢 我們這邊每一項係數啊 針對我們的這個寫法 我們每一項係數可以把它寫成-1-2取N 好所以我們實際上是可以把它寫成像這樣一個形態 那反正這只是一個符號 要看你怎麼寫 好我們這邊其實我們待會再用的時候 可能會用比較熟悉的寫法 好我們就是大概先知道說 這個東西的係數實際上是可以把它寫成那個形態 那這個形態以後如果看到你就知道 它其實就是把這個上面這個K啊 代負二分之一 所以就拿去---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的 就是一個符號上面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這個東西呢 如果我要繼續往下算 我可以把剛才的這個概念寫進來 所以我可以把sigma就直接放進來 那我們現在為了方便起見 我們剛剛這個原本的這個K指的是 這個最高的次方嘛 那反正現在最高的次方我們用掉了 我們比較習慣的是希望把這個K寫在下面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故意把這個符號寫成這樣 我們就是取K從0到無窮大 這邊是把它寫成-1K的形式 我們把它故意這樣寫 然後這邊是-的T 那當然如果你還是要寫N也行啦 這個沒有硬性規定 這個反正就是一個符號 不然我還是把它寫N好了 這邊是N 然後這邊是N OK 好那就變成像這樣一個密集數的形式 而且這個密集數你待會就知道說 我們積分的部分呢 實際上只有針對這個區塊去積分 因為我們只要對T去做積分嘛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可以不用理它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用密集數來考慮的好處 那我們暫時知道說我們要寫出像這樣的一個形態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S必須要介於-1跟1之間 那我們現在的S呢其實就是-T平方 所以我把它寫好 所以實際上現在就是-T平方這個東西 我其實可以把符號去掉了啦 這沒有什麼差 對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介於-1跟1之間 好我們其實就是在這個概念之內 好我們可以把它寫出像這樣 二項式形式的形態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下算 好所以呢我們根據剛才的這個結果 我們直接做積分 那我們這邊實際上去做完積分之前 我們先把那個這邊的東西先整理一下 所以你這個-2分之1n的這一項 實際上我們是可以一項一項帶到 剛才這個公式裡面去做展開 然後展開之後因為它分母會有一個2 所以那2我們全部都把它弄到分母去 所以弄到分母去之後 最後我們可以整理出一個形態是像這樣 所以上面的分子只會剩下1乘3 然後乘乘乘到2n-1 然後下面部分的話會有2的n次方乘上n結 然後最後再乘上一個t的n次方要去做積分 那這項因為剛好n等於0的時候 這個值就是1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1納進去 所以納進去之後 我可以得到這個indance從0開始 但這個地方有一個稍微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這邊整個在做這個集數的時候 我其實是可以多乘一個後面黃色這一項 那為什麼要乘黃色這一項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上面這邊是1乘3乘5 都是乘基數 那我就會希望能不能去把偶數也補上去 因為你要知道這邊原本只有基數 1乘5乘7 然後乘到2k-1對不對 那我現在希望看能不能把2 4 6 8 都補進去然後最後乘到2k 如果我可以整個湊起來的話 那這邊就可以得到一個2k 結 我想要這個東西 我真的想要的是2k結那個東西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說啊 我要多乘2 4 6 8 2k進去 但實際上這個東西啊 它就是兩倍的 1乘2 乘3 乘乘乘乘 乘到k 所以它是一個2n 2k的概念 因為你要看你乘到哪裡嘛 假設你這邊是要乘到2n-1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要乘到n 這邊乘到n 因為我就用我上面寫的n 那這種情況就是你把它這個提出來之後 提兩倍之後 你會發現每個都提兩倍 這也提兩倍 這也提兩倍 所以總共會有多少個n 這邊其實會有n個2 它會有n個2 所以這個乘出來就變成2的n次方 乘上n結 就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就是要把這個東西補回去 那補回去之後 你這邊就有2 4 6 8一直到2n 那整個跟上面疊在一起之後 乘起來之後就變成一個2n結的東西 所以我故意多乘黃色這一項 這個上面乘起來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它產生一個 2n整個的階層 那下面的話就直接把它乘起來 所以你發現這邊乘完之後 這邊就會造出我剛剛所說的2n整個階層 好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下面呢這個就是多乘的嘛 這兩個乘起來就是2的2n次方 然後這就是n結的平方 所以你整個把它寫完之後 我就寫出一個很好的一個密集數的形式 再把這個積分拉進去 所以這整個積分拉進去之後 只需要針對這個t的2n次方去做積分 那整個把它積出來 再把s帶進去跟0帶進去 所以最後會得到這個式子 那你會說老師那還有一個積分常數呢 這積分常數你不用擔心 因為算出來其實你會發現就是 這個雖然可能會有個積分常數 但是其實你在這個定積分的過程之下已經減掉了 好已經減掉了 因為你要記得那邊是一個定積分拉 所以你整個做完之後剩下就是s的2n次方 這樣一個東西 然後這個是剛才積分所得到的一個係數 那前面這邊都是完全不動喔 所以這整個算出來是在 s在1跟-1的時候它是會成立的 ok 所以我們的argsine呢 我們就藉由剛才講的二項定理的方式 去一項一項把它造出來 那造出來之後就長這個樣子 但是你中間因為經過了一個積分的過程 所以這邊老師留一個C題給你 就是說你這邊因為經過了一個積分的過程 所以你必須要去check端點 你要去看這個級數是收斂還發散 那老師最後可以告訴你其實這兩個都是收斂的 所以到最後其實我可以寫出的就是這個argsine 它實際上就是n從0到無窮大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2的2n次方 這邊是nj的平方 上面是2nj 然後再乘上2n加1 s的2n加1次方 然後這個東西它其實最後你可以check出來 它是在-1跟1之間都對 而且包括1跟-1 那這邊就留給大家做一個實體 你自己去check一下就是這兩個端點 這兩個端點其實最後算出來答案應該是哪一個 ok 這就是argsine的一個馬克羅因極數 因為這個東西你其實就可以看它這個展開的這個s 其實是在0的地方展開沒錯嘛 對不對 那如果人家問cos的話 argsine其實你也可以做 因為這個argsine跟argsine是差2分之π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人家問你argsine的話 你可以去證明一下 所以你其實就是把這個東西 剪掉argsine就好了 因為你要知道這算出來是角度 這兩個角度加起來剛好是2分之π 所以它其實就是2分之π的這個答案 然後再剪掉它 這邊是一樣再寫一次 所以是2的2n次方nj的平方 然後這邊是2nj ok 然後這邊也是1-s 它一樣是有包括1跟-1的喔 好所以你就是也可以去考慮這個argsine的情況 好那如果單純剩argsine的話 那我們就剩下一個小小的C題讓你去做做看 好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二項式的定理的應用 那這邊你要自己去展喔 就是我剛剛這邊我沒有算 你可以自己去展開看看 你就可以發現說 你把這個-2分之1這項帶進去的時候 好所以你其實是可以去計算出 就是我們後面那邊所寫出來的極數的這個形式 好所以我就不寫了 你自己去算一次看看你就知道了 那反正最重要是這邊這個步驟啦 因為你這個東西你要去湊出一個比較漂亮的形式 那當然你會說老師那我不想湊 不想湊其實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它還是可以做得出來一個形式嘛 但是就是說我們如果想要把它弄得漂亮一點的話 就是把它湊成這個形式 那湊出來之後後面再做一些運算 那積分的運算我們就可以把答案算出來 好所以這個就是argsine的馬克勞林基數 那這整個過程當中我就不需要再去證明 我們今天這個馬克勞林基數要收斂到這個argsine不用 因為我們實際上是根據這個argsine本身的特性 有點像是在最早我們學會用那個等比級數公式 去造出我們要的policyus那個概念 我們不是真的去利用這個馬克勞林基數的那個公式 去做一次兩次三次多次的微分之後寫出來的形式 因為如果是那個形式的話 你就是還要再多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去判斷我的收斂半徑收斂區間 還要去判斷我的那個就是剩餘項的極限有沒有去到0 因為我要去看看說它有沒有收斂的性質嘛 有收斂的性質我才能說我算出來的馬克勞林基數 它會等於我們拿個sine這樣的函數 但是我現在的計算方式不是這樣 我是真的就是拿這個原本的這個概念 它是你可以看到說我的積分形式出來一定就是argsine 那這個東西呢我就可以直接利用它去把我的二項基數帶進來用 然後稍微做一個運算就把它整理之後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答案 所以它並不是從一步一步微分去得到的 它是從我們這個argsine本身的已經已知的一個形式去變換出來的 所以我這邊因為用到的二項基數 所以我們這邊所沿用的概念 就是我的這個其實加負號有加沒加沒有差 因為它是對稱的區間負一跟一之間 就是這個s呢必須要在負一跟一之間 那整個把它照完之後 好那你再去檢查 好再去最後再去做一個檢查 看看我們的這個端點 好有沒有包含在我們想要的範圍內 如果有的話那最後記得要把端點要加上去 好所以這整件事情就這樣 所以這一張到目前的位置真的結束了 好我們今天最後就是多講兩個概念 一個是重排的概念 讓大家知道這個絕對收斂跟條件收斂 它還是有差別的 有一些性質上的差別 那那差別是什麼 就是重排過的核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把它補充一下 就是所謂的廣義的二項基數 因為在高中大家其實是有列出過這種二項式定理的概念 但是這個概念好在高中都是用在這個N要找一個正整數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就強調說這個K 我們在考慮這個次方的時候 它只要是一個時數就好 不要是0就好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還是可以利用我們泰勒極數的概念去展開 那展開完之後其實還是可以利用泰勒極數的概念去找泰勒極數的收斂性 收斂區間 所以這個收斂區間找出來我就可以保證 好我就可以去保證說 我再去看它的剩餘項是什麼 然後極限算出來是0 那我們就可以保證這一個東西一定會等於這個形式 在1跟-1之間 那保證了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結論就可以直接用在一些問題上面 所以這個argsine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大家就是有興趣的話 把這個argsine的這個詳細的極數的形式 好認真的猜一次寫一次 那整個做過一次之後大家就比較有概念了 OK 所以我們大概這一章最後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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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